而在12月18号全国公投日这一天 市长魏嘉贤以花莲市选务作业中心主任身份 前往涉于花莲高宫的第七投开票所来关心投票状况 也未免选务工作人员还有资源紧力辛劳 市长魏嘉贤18号前往第七投开票所 慰绕工作人员及资源紧力辛劳 市长表示花莲市设有93个投开票所 为了确保投票作业良好 特别到几个投开票所了解整个投票状况 也希望投票群人在投票的过程里可以获得不一样的启示 我们在花莲市有93个投开票所 那总计投票人数的部分 预计有83,830人的一个票数的部分 那我们也动员了1300多位的人力 那今天也要谢谢景丽的一个大地支持跟资源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投票的过程里面秩序都能够良好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每一次的一个投票过程里面 都能够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启示 那我们也希望说经由这一次的公投部分 来让明年的一个地方性的大选能够更顺利 那也希望把这些选务人员的默契跟相关的一个经验能够累积起来 那在此还是要提醒民众 投票的过程里面一定要遵守投票场域里面的规定 那配合我们投票的一个管理员的一个指示 那再次呼吁大家投下手上神圣的一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呼吁大家都能够多多出来投票 也能够遵守相关的规定 华联市公所选务作业人员今年6月就忙于选务工作 包括因应疫情避免群聚 联办好几场的管理员选务讲席 也和花莲县选委会合作举办投开票程序模拟演练 要让工作人员熟悉作业的程序 期盼透过这一次公投 让选务人员的默契和相关经验可以累积 在明年地方性大选作业的时候可以更加顺利 介络会欢迎时报道